MAKE THIS LOVE LAST TO VALENTINE'S Let's spend this night together 格文是像這樣有穿著的話 它有那個立體感 平衡那種工作很硬邦邦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像我剛剛這樣子把它套到下尾 上面有些像是choker 你買這種寬鬆大的T恤 你就可以裡面拉這種 我原本就很想要這件然後逛逛很久 我剛剛發現我沒有帶錢包欸 I just need us What it would stay like this forever 嗨大家早安我是水瓶小姐 今天呢要來拍穿搭影片 就是大家已經在下面留言 然後說真的很想看穿搭 真的很想看穿搭的影片終於來了 我原本呢想說要拍一個禮拜的穿搭 但是一個禮拜的穿搭我覺得有點太攏長 加上比較想要介紹就是我最近買的一些新的 例如說飾品啊衣服 我比較想要介紹我近期買的商品 所以呢我想說那我選三天休假穿搭來介紹給大家 但其實我的休假生活是真的沒有那種真正休假的感覺 我通常都會出去拍攝或者是拿著電腦或者是平板 然後去外面編輯影片或者是製作封面那些 所以呢這支影片我會跟Tom Talk一起合作 會把工作包帶入穿搭的部分一起跟大家做介紹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趕快開始 那我們就進入第一套穿搭 就是我今天的穿搭就是這一套 其實呢這一套呢我之前在IG上有發過 然後大家回想都非常的大 因為他真的是看起來很好穿 然後又很好像大家都可以駕馭 先來說一下這件T恤 這件T恤呢也是我近期 其實這都是我近期購買的啦 這件T恤呢是格紋T恤 可能是像這樣有穿搭的話 他有那個立體感有前後推進的感覺 相對的你看起來就會比較熟 而且就整個很有時尚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T恤 那這個T恤呢他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好像是橘紅色那種 就是比較在時尚一點 比較beams的感覺一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要重複性穿搭很強的衣服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選比較保守型的衣服 他也不太會有季節性 你到每年穿你都還是會覺得 嗯這件衣服很好看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呢 拼接的部分啊 它是立體的木須邊 所以它是非常有質感的 加上它的質地啊 它不是會就是你一流汗 然後衣服就會變很重的那種棉料 它是非常透氣 加上彈性非常的好 所以我超級喜歡這件 我覺得這件的就是整個夏天就是不能沒有它 然後下面呢我就會配一套連身褲 這件連身褲呢來自美國的品牌 它叫bmac 但是呢它在beams也有賣他們家的產品 然後還有聯名性顏色 像我這件黑色呢就是跟beams聯名的顏色 好像是今年出的 對今年出的 而且它是非常的oversize 所以呢你就算冬天 裡面要搭大件的hoodie的話呢 也非常好看 然後夏天呢像這樣子搭一件就是 比較顯眼一點的T恤 素色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我建議可以搭一些比較花紋的衣服 或是比較復古的一些 也有點像是骨灼類的T恤那種寬寬大袖子 然後舊舊隨喜的感覺 也非常好看 而且它非常的顯瘦對不對 就是它這邊的寬度大小是非常剛好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太寬還怎樣 可是它在骨盆這邊啊 這邊就會加寬 整個身材比例就會超好看 然後呢接下來呢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今天打算去咖啡廳製作我的封面 以及我要去規劃我之後拍攝的日程 所以呢我今天會帶iPad出門 帶iPad出門時我會選用這個 TOM TALK的多功能硬殼收納包 好我們先來先說說它的外表 它外表呢我就是選用仙人掌綠 是不是超級可愛 我覺得女生拿起來這個顏色超級可愛 你不會覺得它就是那種公式包 平板包的那種感覺 雖然它是硬殼 可是它的顏色是柔軟的顏色 所以它可以平衡那種工作很硬邦邦的感覺 然後它的這邊就有一個替代 所以如果你是只要去咖啡廳工作的人啊 我覺得這個替代就很棒 你就不用再多帶其他東西 因為它裡面收納空間就很棒 你可以把你的錢包什麼都可以收進去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拉鍊啊 它是YKK的拉鍊 就是出了名的耐拉 實拉 很耐操的拉鍊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它為了保護平板 這個全表面都是防潑水的材質 所以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們來看看內容物 首先呢就是可以看到它是仙人掌綠 超級可愛 然後打開之後呢 這就是我目前裝的內容物 那我先來說這邊好了 首先它有兩層 這一層裡面是比較大的 可以看我整隻手可以伸進去 然後這一層是比較細 我是可以透幅可以看到裡面內容物的 這邊的話呢我就會裝我的平板的充電器 因為它繩子就會 我是買比較長的繩子 所以空間需要比較大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剛剛好 而且它不會有那種凸起的感覺 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這邊呢 這邊就很精彩吧對不對 這邊的話呢 首先這是USB轉接器 就是可以插我相機的記憶卡 然後轉接到電腦跟筆電的 這個就也是USB 然後可以是銜接我的硬碟 然後這也是轉接器 然後還帶來一支筆隨身出門 它的重點就是 它可以讓東西收納得很等級很乾淨 因為它是這種彈力繩的部分 所以呢 像例如說這個大小 你不一定要裝這個 你也可以裝自己喜歡的東西 它就變得比較伸縮自如 可以讓你自己去調整 你要怎麼收納你的東西 然後我目前是這樣子收納的 然後再翻過來 這邊有 絨布 它是可以完全保護你的平板 然後這邊就是放平板的地方 我的平板是iPad Air 這邊是彈力繩 就是讓你的平板不會亂動 讓它固定住 然後這邊又有絨布保護它 這次一級棒 各位我進來了一間原宿的咖啡廳 然後我點了它推薦的冰拿鐵 這邊要830塊 它推薦的咖啡豆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 DONUT 原味的 原味的 我現在喝完了咖啡 要去做指甲囉 今天來到本週休假穿搭的第二天 我一樣是在一樣的背景拍 但是呢 今天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外面是大太陽 所以呢 光線可能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今天天氣超級好耶 大概23度左右 今天要幹嘛呢 我今天呢 一樣是要去咖啡廳編輯影片 因為這週有一個合作的美妝的影片要上 所以呢 我要去做最後的編輯 然後我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是走比較 知性一點點 然後又帶有一點休閒感 首先呢 就是上衣的部分 那這一件呢 它就有一點那種 喜舊復古感 然後又有一點那種寬鬆大T 不一定要買BIMS 你也可以買那種 有一點骨著感的T恤都可以 然後我非常建議 你買這種寬鬆大T恤 你就可以裡面大家這種 比較有女人一點點的內搭 不是整個就是長袖內搭 棉質的那種 不是不是 是這種雪紡透膚的內搭 袖子呢 它其實原本很長 我就把它折起來 所以它就有點那種 嗯 休閒中又帶一點 嗯好像微平衡的感覺 再有一點平衡感點綴呢 就是這條項鍊 這條項鍊呢 是BIMS BOY的 這條項鍊賣超好 鏡給大家看 首先呢 它其實非常的長 那麼的長 它有很多種傳達 例如說 兩層式的 比較那種 大人女人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像我剛剛這樣子 把它套到下圍 上面有一點像是choker 然後還有第三種呢 就是你就把它全部弄短 多層次的 短項鍊 這樣好像也可以 是不是很可愛 下半身呢 我是搭Tina Jojin的這個裙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件呢 它非常的窄 所以 我這樣子上面搭兩層T恤 可能我本身也比較胖 我這樣上面搭兩層T恤 我就會覺得有點 有點 硬 就是你不能吃飯吃太飽 但是如果你是瘦的人 應該就沒問題 因為它真的就是窄裙 它的質地也是比較薄 它就真的是夏天的單品 那今天呢 因為要去咖啡廳編輯影片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會帶電腦出門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要帶出門包包 它還有肩帶可以背 它繩帶是粗的 你的肩膀不會感覺到那麼重 也不會那麼累 它就是長得很俐落 加上又是圓邊設計 所以女生這樣子 像我這樣今天的穿搭背起來 也完全不會有違和感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內層的部分 最前面這邊呢 是收納帶 這邊的質感啊 就是完全是可以防撞的質感 而且收納也非常好收納 它總共有一個口袋 兩個口袋 三個口袋 跟這邊還有一層 是可以放東西的 裡面呢 它裡面就是那種絨毛材質 給大家近看 它完全可以保護我的筆電 然後我的筆電是 Matebook Air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我的筆電大小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尺寸要怎麼選擇的話呢 那我來教大家怎麼選自己的尺寸 首先呢 先拿出你的手機 好像在講廢話 好 首先呢先來到官網 然後呢點選上面三條線的地方 就有一個 我有想找的東西 然後點開 這邊呢就有尺寸指南 可以讓你挑選 所以呢你也不用怕 你不知道怎麼選尺寸 其實官網上面呢 都有非常詳細的說明跟分類 有興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參考看看 各位外面非常的熱 但我現在好想來一杯冰咖啡 太熱了 看著陽光 有興趣 哈囉大家 早安 今天呢是休假穿搭的第三天 也就是最後一天 那今天呢 我先來說明一下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桑拿 好開心喔 我第一次要去體驗就是一個人的桑拿 那這支桑拿的影片呢 會放另外一支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 所以呢今天的行程 就是桑拿之後我要再去編輯影片 所以我今天一樣會帶公司包出門 加上因為是桑拿嘛 我就不想要化太濃的妝 所以呢我只擦了潤壁之音的素顏霜 然後跟口紅 加這個素顏神器就是眼鏡 因為其實我現在是沒有化眼妝的 好 至於穿搭的部分呢 我真的是很喜歡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色系就是比較那種 喔已經要夏天已經要夏天的那種顏色 什麼意思 比較淺一點點 跟我前兩天的風格不太一樣 馬上介紹給大家 首先先來介紹這套上衣 我原本就很想要這件 然後觀望很久 因為畢竟日本就是這種襯衫你知道嗎 就是每年大人氣 每一個女生到了秋天跟春天 就是那種天氣變換 有點冷又有點熱 可是你又不知道怎麼穿衣服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搭這種微透的長袖襯衫 因為他真的很好搭又很耐穿 我真的是在日本五年吧 每一年只要是這個季節都有人這樣穿 然後我之前沒有買過那麼透那麼薄的襯衫 但我今年呢我就想說 嗯好像可以來挑戰看看 那就是更女生一點點的這種微透 然後很柔軟的襯衫 所以我就猶豫了很久 有一次我就看到我的觀眾的IG 我可以把它IG貼在這邊給大家 他的IG呢就是很常分享一些 例如說美妝啊 他用過的美妝分享 或是他用過他覺得生活上好用的物品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去追蹤他 然後有一次呢他就在現實動態還是哪裡 我有點忘記 然後分享這一件襯衫的穿搭 然後我就一看到我就馬上密他說 好穿嗎?推薦嗎? 然後他就說很推 欸我不知道我看了是不是跟他同一件 但是呢我今天這是我第一次穿 穿上去之後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沒有買錯真的是太好看了 他是呢Select Mocha的透明長袖襯衫 他如此的透 然後這一件呢他的重點就是 他在胸口這地方有做平結 而且呢他不是一樣帶喔 他是從窄到寬 有點菱形設計的感覺 所以他會讓你肩膀的效果呢 看起來也會再更窄一點點 然後加上呢他就是 這要怎麼講因為像雪紡嗎? 可是我覺得他是異皺的雪紡 所以如果你在收納他的時候呢 一定要把它掛著 然後還有一個點是 他的垂墜度超級好 然後再加上呢我是163公分 其實他的尺寸超級長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很棒耶 因為連我都可以穿出這種大大寬鬆的感覺 這件呢真的是非常推大家 然後我這個他有幾種顏色 我這個顏色是灰色 那下面呢我搭配的是白色的裙子 這件白色的裙子呢其實我也找了很久 因為我很想要一件白色很基本款的那種紙筒裙 但是因為白色這種東西很看材質 如果材質不好你就看起來就是很廉價 材質好一點你會怕說他會透透的或者是顯胖 但我找到了這一件他真的是彈性超級好 我要這樣給大家看 你看他彈性超級好 而且他是完全不會透的 像我其實不是一個非常瘦的女生 所以我在穿這種高腰仔裙的時候呢 我其實蠻擔心就是小腹的問題 但是因為這件size的感覺 跟本身質地的彈性 他是可以符合你的身形去做出你的一個好比例 所以穿起來完全不會顯胖 我這點真的有驚訝到 那至於我的包包搭配呢 TOWN TALK的十項日記 我是選借黃色 你們看這個是不是跟我今天很搭 他完全就是那種小隻女孩要去咖啡廳工作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顏色 我一樣先來說說他的重點 一模一樣 綁碎材質 美國邊角防護專利 還有YKK的拉鍊 我跟你講他的優點呢就是把它放在每一個產品 只是每一個產品的風格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利用產品做穿搭 讓你們感受出 欸原來他跟我們就是平日的穿搭 也是可以合為一體 而不會覺得你突然被一個硬棒棒的東西 個人是覺得呢如果你是喜歡那種淺色系的穿搭 然後比較柔軟一點 女性一點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個 好那我們一樣來看他的內容物 首先呢他的表面是這樣子 背面呢是這樣子 他背面也有一層 袋子 是磁扣設計 所以你不怕你的物品掉出來 例如說你可以把你比較重要的東西 像通行證啊 放在內部 就比較安心 然後前面這邊呢我來開始介紹 一樣是有收納袋 我的東西目前是放這樣子 我東西應該之前都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標準配備我的硬碟 USB線傳輸線 然後跟充電器 因為我今天要剪影片所以一定要耳機 把它放進來 不然我之前都是放在口袋隨便帶 除了介紹這裡呢 這中間還有一層也是磁吸式的 登登 他就可以放手機 就是那種比較窄的東西 然後比較好拿去的東西 接下來是裡面 裡面的部分 一樣是絨毛材質保護筆墊 它裡面真的是筆墊的大小 超級般配 所以真的要選自己筆墊的尺寸 然後我的筆墊一樣是 Matebook Air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今天的整個穿搭跟氛圍 而且加上啊 今天其實 因為現在外面有點在下毛毛雨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晚點出門 還會不會下 但是呢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防潑水材質 我就會比較安心 因為畢竟裡面都是貴重的物品嘛 所以真的很推薦大家 那我今天就帶著他出門 也帶著你們一起出門 掰掰 我現在已經去完SANA 然後出來了 接下來呢我想要去咖啡廳 就是編輯影片 但是我剛剛發現我沒有帶錢包耶 沒有帶錢包我是可以去哪裡 所以我想說 就是可以用電子支付的店 有的話我再去 我現在又進來了 我就是來惠比獸 一定會來的咖啡廳 那我想要在這邊就是用電腦 等吃一下東西 休息一下 現在是第四套穿搭 沒有啦 其實我是因為SANA結束之後回家 我就忘記要拍Ending了 所以我現在上來跟大家拍一個Ending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拍穿搭的影片 然後穿搭還寫VLOG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按讚告訴我喔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有趣想分享的事情呢 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然後還沒有追蹤我的 也可以追蹤我的 Youtube跟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